女带帽进健身房遭剧 全落骚扰窝郡会员结局出炉 不只飙脏话还全身光溜溜 打闹健身房 让一旁民众看傻眼 这是去年9月发生的闹剧 现在这名简性女子遭起诉了 原来56岁的简女 常常在健身房发生脱续行为 像是不一规定带着爱帽进出 健身房无奈注销她的会员资格 没想到事后简女依旧带着猫 要闯入健身房 遭健身房员工拦阻 她竟暴怒失控 她就是自己走进运动的地方 然后看到电影的时候对她 垂打 拍打 简女对着失信女员工大骂 不男不女爱滋病 还拉扯踹对方 接着脱掉洋装 全落在健身房里逛大街 甚至翻开自己的私密部位 骚扰其他正在运动的会员 就连警方到场也是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将她强制送医并移送法办 这场景好好笑 女主人被绑起来 然后旁边的警察在安捕她的猫 虽然经过医师诊断 简女患有严重双击性造症 但依旧是触犯了妨害风化 公然侮辱跟伤害三罪 检方先在将她提起公诉 动物新闻台北报导